像這個長蚊巨無霸還沒有遜耳成功 就不會吃飼料 如果是要繁殖的觀眾朋友們 最好是在繁殖前 餵食一段時間的生耳 這樣子會比較容易繁殖成功喔 嗨來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相信有玩水族的觀眾們 一定都知道一種 底期的呆姆魚 它叫做鼠魚 我們之前的影片當中 也有介紹過一些鼠魚 像是我們頻道最一開始的影片 有開竿過三種評價鼠魚 再來是曾經的夢幻鼠魚 潘塔納爾 為什麼會說是曾經呢 因為在那支影片當中我們有提到 這隻鼠魚有台產的了 而且有一定的數量 所以價格也比較親民了 大家也開始比較好看喔 既然提到了繁殖 沒錯 我們今天就是要分享一下 鼠魚的繁殖過程 所以各位有喜歡老鼠的朋友們 想要進階挑戰繁殖的話 這一集 你們可要仔細看喔 為了記錄這些珍貴的畫面 我們可是在這一缸前面 輪流戰哨了兩個禮拜 鼠魚的種類有非常非常多種 到目前為止呢 還一直發現新的品種 今天這一集呢 就以大繁白鼠 來作為這一次的主角 鼠魚真的很難分辨公母 除了潘塔那爾公母屬魚 顏色不一樣之外 大部分的屬魚啊 在外型上沒有特別明顯的分別 所以我們會從他的腹齊來看 一般來說 公魚的腹齊會比較尖 母魚的呢會比較遠 但是在某些品種的屬魚啊 光是靠腹齊也是分辨不出來的 牠們的差異實在是太小了 再來就是屬魚的成魚 母魚如果有抱軟的話 我們從上方看兩側 會有很明顯的突出 這也是另外一種分辨的方法 如果上述的兩種啊 都沒有辦法分辨的話 那就是等牠們發起 或是配對的時候 這樣子你們就可以知道 誰是男生誰是女生囉 要環織屬魚前呢 最重要的就是耳料啦 牠們都是偏肉食的魚 而且非常喜歡吃生鵝 像我們工作室這邊啊 食物的部分 是以冷凍刺蟲為主 再來是豐年蝦 然後飼料 那屬魚很愛吃蟲 有的野生屬甚至只會吃蟲 像這個長蚊巨無霸 還沒有遜鵝成功 就不會吃飼料 如果是要繁殖的觀眾朋友們啊 最好是在繁殖前啊 餵食一段時間的生鵝 這樣子啊 會比較容易繁殖成功喔 屬魚會產卵 所以我們需要準備一些 可以讓卵附著的東西 像是小龍啊 毛線之類的喔 如果沒有的話 他們會產在靠近 水面的鋼壁上 當然也有些玩家 習慣不放東西 這樣子啊 他們會比較好觀察 所以這個也是看個人的操作手法 那我們的話是放小龍 過濾設備的部分都可以 但是窄魚缸不建議用上部過濾器那一類的喔 怕會霧吸缸出生的窄魚 之前用水澳金的缸也有繁殖過 那我們現在是用氣舉缸 以這缸氣舉缸為例 我們把小龍放在前面的細砂區 這樣我們比較好觀察 也比較好收彈 如果是放在後半部的石頭區啊 但如果掉下去會比較不好找 總魚數量的話啊 衝一隊兩隊一母兩宮 甚至是一母三宮都可以 這樣子啊 才可以提高配對成功的機率喔 那我們這一缸啊 原本是沒有打算做繁殖的 只是某天突然下大雨 他們就生了 所以啊 我們在原缸中找到配對成功的這兩隻屬魚 把他們請去繁殖缸中 或者是你們也可以把其他屬魚都撈走 這樣子啊 他們才可以安心的產蛋 不然就會發生以下的慘案 剛剛那段影片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食物掉到地板上 三秒內都可以吃啊 喔不是啦 是要記得把鹹、雜人等都請離開 這樣子呢 他們才可以安心的產蛋 為什麼會特別講到溫度呢 因為屬於啊 在突然降溫的時候 會開始交配 像JPR也是突然下雨 溫度變低的時候才配到的 當天除了他們之外啊 隔壁的黑鼠也配到了 可惜呢 沒有受精成功 全部都是白蛋 以上就是繁殖屬魚的前置作業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看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他們 的過程 的水平 但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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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